又说俄乌战争,凶威斯华很沉悶 明天就是见真仗了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 因为西方的情报已经说过 俄罗斯会直接宣战 打了两个几月才说正式宣战 不再是特别军事行动,升级 而且现在的乌克兰正在庆祝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方面有新型的坦克,T90M 但是乌克兰已经吹坏了 这个是新的,不是最新的 最新有另外一些新的 T90M是整个东西跟它开罐头 究竟是怎样炸开它呢?不知道 现在有人传说BNO祖国贝尔法斯特制造的N-Law 或者是无人机 因为乌克兰方面,现在有些视频流出了 他们改装了一些苏联旧式的炸弹 他们的炸弹是可以用无人机扔下去的 现在可以用的 那个无人机可以扔两颗 扔两颗的时候是可以吹低一架坦克的 他们就这么说 他们的帕斯是怎样做的呢? 现在乌克兰他们又是做一个宣传的 这些应该是武器宣传,就是买一下军火 他们说他们改装的东西是用3D打印射出来的 即是用3D打印的技术去做一个零件 零件可以扣在旧式炸弹那里 令旧式炸弹比较厉害了很多 这个就是乌克兰现在宣传的 还可以吊在无人机那里 挺厉害的 是,他们是这么说的 传说有些T-90M 就是这样的模式,是开罐头开了的 现在乌克兰就是这样传,他们方面 俄罗斯方面,当然他们当然说这些没关系 就是这些T-90M炸弹了 其实可能根本上有机械问题 然后乌克兰方面才炸弹 大概有些媒体就这样说 那究竟是不是,我不知道 究竟哪一方面是真的,我不知道 那乌克兰方面他还很串 他还说了一些情况出来 就是说,现在他们拥有的主战坦克 比开战之前还要多 他们最串的就是这样的 就是乌克兰方面 就是你们送主战坦克过来给我们用的 是这样的 就是乌克兰方面是这么串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假的 这是宣传来的 现在实际上,他们也是很依赖西方提供军火的 BNO祖国昨天也说了 他会扔多13亿磅下去 比乌克兰,是13亿磅 有3亿磅就是雷达 还有一些GPS jamming equipment 什么叫GPS jamming GPS的讯号是否都能读得到的 但是你可以干扰它 它现在就是干扰设备 是的,还有还有一些夜市装备 这些就是Boris Johnson 说会提供的 这些是会提供的 还有Boris Johnson 这个约翰逊 他就会跟英国的军火商再谈一下 究竟怎样可以增产 再提供一些武器给乌克兰方面 这就是BNO祖国现在正在做的事 还有一件事 就是现在英国想做一件事 就是有些地方现在都会买俄罗斯制造的军备 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如果你是俄罗斯制造的军备 他来打你的时候 就像乌克兰那样 你不够他打的 所以你要买一些西方的装备 现在英国当作是一个展销机会 其实这个乌克兰战争 你看到很明显的 是当作是一个展销的机会 美国也是 现在他们的外交官已经在四位跟人说 你看看你们买俄式装备 如果有另外一个又是俄式装备的地方来打你 你不就不够他打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买我们的西式装备 是厉害很多的 快快快快来买 买来看买来选择 现在他们已经做了一个气氛出来的 他们已经做了 所以这些广告费是要花一下的 实际上会为英国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好处呢 我的看法应该是不少的 因为不单止是英国有好处 其实美国和整个西方阵营 都会有好处的 所以这些场仗是有时间搞的 因为很多人有好处的时候 这些战争是停不下来的 其实打仗也是为钱的 其实说到最后 小南又说西式军备够西 其实是这么说的 西式军备的科学技术的累积时间长一些 以及实战经验高 他们经常都拿去打人的 试军火的 是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想想吧 可以试枪 可以试枪 试试试 试试试就越试越厉害了 是不是 很賤的 香港人物HK就是 烏克兰和西方正在玩火 俄罗斯一忍受不了 主要为攻击 西方武器支援运输队 其实已经攻击了 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其实俄罗斯已经试过攻击西方武器 运输队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现在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就是现在他攻击完之后 西方还说你炸我 我再多攻击乌克兰 你吹什么 现在其实是 大家在这里晒冷 你晒冷我晒冷我晒冷 其实究竟哪一方面是耳朵底呢 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就是晒冷 其实双方也有一些是晒冷的 所以其实很夸张的 所以现在是很麻烦 Banana Lillian 说 看抖音的视频 讲传统阅兵员开打 其实俄罗斯阅兵很厉害 连练都搞的 他们很厉害 他们一开始就 呼啦 你如果有看过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接着 普京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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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是这样的 当然他本身是逐步逐步逐步的 为什么会逐步逐步逐步呢 其实应该有些人说 就是他以前做KGB的时候 那把枪就放在 那把枪就放在副馆那里 就是在大腿的位置 那他的手要随时拿到枪 那他走路就会拖一下 对啊 他要不拖的 对啊 因为要拿枪 随时拔枪 哈哈哈哈 这个是传的 不知道是不是 传的 传就是这样的 他们那个是威势的 他们很厉害的 就是 2017年的时候 与西方严格来说 真是反面了 俄罗斯 因为 2017年 他们搞传统阅兵 西方是没有人参与的 其实是第一次搞这些事 是没有人参与的 其实 2017年就是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因为可能也记错的 我记得2017年是没有人参与的 就是没有西方的人参与的 所以是很不同的 那台阳宣战有什么实际影响呢 就是问一下你 宣战有什么实际影响呢 宣战有什么实际影响呢 就是他可以动员后备力量 就是在法律上 是的 就是在俄罗斯的角度 是的 在俄罗斯的角度 他就可以动员那些 reserve 就是那些 备用军 但是他本身已经有 精兵的了 本身已经是精兵制的 就是俄罗斯 那么他这次还可以 就将那些 年纪大一点的 那些人还可以 扔进去这个战场那里 那他们当然会 呼啦 这样 就是一定 那 那么 俄罗斯方面 他们也都会 拿大量的 就是要清的 军火去 打这个乌克兰的 那么 那俄罗斯会不会有发财的机会呢 俄罗斯 俄罗斯其实是有发财机会的 就是 我是比较相信 就是他们那些 军队的人 是会抢一些 平民百姓的东西的 因为有些 截了的 声音 截了的 电话 通话 根据 在乌克兰方面说的 就是那些俄军 就去 抢东西和偷东西的 就是那些人去留空的 公寓里面 其实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但是呢 他们连那些 什么 拿不到的电视 就是那些人 拿不到电视走 那些电视那些东西 全部都拿回去 俄罗斯 现在的说法就是这样 那有没有可能呢 我的看法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因为事实就是俄罗斯当兵的人 某程度上比较窮一些 去做这些事情是不奇怪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紧要的 不过 匈卫斯他觉得这个话题 不要听不要紧要的 我们也会继续说的 因为 不只是为他服务 对不对 哈哈哈 我们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哈哈哈 那么 这个最新消息 就是在 马里乌波尔 那个压速钢铁厂那里 根据西方媒体的说法 就是所有老人家 虎孺 已经离开了那个 钢铁厂的了 这个就是 西方媒体说的 这个我也相信的 其实就 那你说会不会 乌克兰军队 还扣着一些人做人坛 我的看法就不会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不会扣着那些人做人盾的 其实 因为没有意思的 那 这个 乌克兰方面 他就有说到 就说 他们无论如何 都会继续战斗下去 战斗几个星期 他们这么说 平民就安全逃生 那现在算好了 平民撤离就OK了 那 究竟有没有人扯白旗投降 乌克兰方面就说没有 俄罗斯方面就说有很多 那我相信 有个别的人士是想投降的 但是他投降不了的 现实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 我估计就是 想投降的人 他们应该 如果是上级的话 下级的人就会 堆垮上级 如果下级的人说要投降 上级就会堆垮下级的 想投降是不行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能投降 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俄罗斯说有很多人投降 我觉得也是有水分的 乌克兰方面说没有人想投降 我都不相信 又不会的 是啊 一定有人想投降 但是成功投降的人 我觉得很少 我觉得很少 能够成功投降的人 少之又少 除非他整队人一起投降 但是 整队人投降 又不走流风声 基本上 不是很可能的事 尤其是在 一间钢铁厂的位置 你在地底里 你想投降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 不让其他人知道呢 我的看法就不行 我的看法就是不可能 所以 双方都是有不断放假消息的 我的看法到现在也是 但是我也要说一件事 现在西方真的很离谱 现在不断指责 俄乌战争 中国为什么不负应该负的责任 他说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要制裁俄罗斯 但是制裁的话 其实是西方独家去做的 中国是有没有主动去制裁别国呢 其实真的比较少一些 尤其是动用国家力量去制裁一个地方 除非有些东西牵涉到原则问题 譬如牵涉到一个中国原则 有可能会有一些反应 但是其他东西的话 你说 现实就是 俄乌打仗其实真的不关中国事 那 就是 中俄关系 两国有好 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西方一直都说 这个就是中国早就知道 而且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而在国内也有人说这一套 这套说法 最大事就是一开始打仗的时候 已经有人说 我们当然支持俄罗斯 习主席也说 两国有好 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中国一定知道 有人是这么说 乘机拉落水 乘机拉习主席落水 有些在香港的媒体也是这样 你只要看YouTube就知道 你现在看回头就会知道 哪些人是内鬼 有内鬼要终止交易 他们是这样说的 没办法 你这样说是不行的 一看就知道